把钥匙放在门外 存在的安全影响有多大你知道吗 这就是个空房子 有啥好偷的 谁说进门只能偷东西 假如我是坏子 拿到钥匙后 就可以趁你在装修阶段 就把拖开设备装在浴室里 你说的有道理 不过我们家钥匙 一直都放在装修师傅手里 今天刚好他休息 所以才让他把钥匙放在门口的 装修有几个人 钥匙放在门口脚垫下面 你到时候过来找找吧 好 假如你的邻居在装修阶段 进入你家 打通你们之间的供用墙 做个暗门 我就可以随时进入你家 好像这边就是供用墙 而且在这期间 就像被你碰见了 我只要装作是装修工人 在加班干活 你不会挤任何一心 甚至还会感谢我 谢谢 而且整个过程 我竟然完全发现不了 现在知道有多危险了吧 谁啊 维修地板 维修地板 对啊 过时地板有问题 我让物业今天来修的 你好 在那边 现在的物业上门服务 都不用带小套吗 物业说今天不来了 那他是 恰里去有你们两个人啊 快跑 站住 别跑 你怎么知道他有问题 谁维修地板只带个螺丝刀 就你 站住 别跑 别打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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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肚子好疼啊 哎呀 哎呀 肚子好疼啊 肖肖 你怎么喝这么多酒啊 哎不知道公司拿的什么破酒 慢点 喝得我嗓子难受 头也疼 哎呀 你知不知道你一个女孩 身上这么大酒气 有多危险啊 假如我是坏人的话 我会故意劝酒 加快你的醉酒时间 趁机窃取你方便 你想多了 我的电脑都做了加密处理 就算他拿走了我的电脑 也窃取不了我的方案 即便如此 你身上的酒气 是最大的安全隐患 闻到你身上的酒气 又或许到你是独区的情形 我一个人吃饭都让废了 我会一路尾随 跟你到小区门口 在你进小区时 伪装成同行人一同进入 进入小区后 我会和你走相反方向 以防你起疑心 并在你进入楼道时 伪随进入 确认着居住楼行后 不会马上跑出不到 开凳的内户 就是你家的位置 只要有了你的准确位置 想尽不伤害你 就是分分钟的事 可是陪客户喝酒 是家常便饭的事 身上怎么可能没有酒气啊 我都想到了 你可以试这款新派09009 不留酒气 不宜被人察觉到 自己是喝了酒 入口没有白酒的 辛辣的刺激感 只有米香和花果香 最关键的呀 是009的起伏式微醺 微醺感一浪接一浪 却不会大嘴 真的 米香和花果香的完美融合 确实很独特 比你的香水味还好闻 香水 我怎么喷香水啊 什么 那我一路上闻到的 香水味是谁的 我说你还没有谁啊 香香 客户把你送到家了吗 客户 我是自己走回家的呀 一零上下就跟你走了 反正别忘了谢谢人家 我知道是谁的香水味了 你猜得没错 难道 你看对面是三个人好奇怪啊 这女的果肉欲金 站门口干什么 这一看就是女生刚洗完 早出门倒垃圾 回去的时候发现门被锁了 而她手上既没带钥匙 也没带手机 正好去修邻居的帮助 你好 你可以帮我打开锁电话吗 好好好 你快看 这男的跟着进去了 坏了 这女生有危险 让我看看 让我看看 这男的果然不是什么好东西啊 我男朋友一会就回来了 没事 很快 我这个叫板 门没关 这女生是不是公意给我们留了门 算了吧 这不是事 你是不是不相信我肌肉 亲爱的 你怎么回来了 狗男女 我早就知道你俩有危险 你还能把人在家里来 都是误会大哥 事情不是你想的这样 我全都拍下来了 你要是不给我精神损失费 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不用了大哥 我已经帮你报警了 警察会帮你处理的 我对你这么好 这么待我是吧 气死了 这下住不了了 哥 你听我解释 你本来就知道底线的冲 你说这什么事 我本来就想帮人修个马桶 没想到这还破坏了人家家庭 修马桶 开锁的时候 那女人说马桶坏了 师傅 我不是在马桶坏了 你可以帮我修修吗 不用麻烦师傅 我帮你修就行 你不说马桶坏了 在哪 让我看看 我还以为你是想 那啥呢 把人家害成这样 现在该怎么办 不用担心 他们根本不是这家的主人 我刚才发现 这个女生的鞋是湿的 但浴室根本没有水 所以 她根本就不是在这间浴室洗得早 他们接你的手 打开了别人家的锁 再诱导你进屋拍下视频 而她之所以留门 是为了让她的同伙能进来 趁机溜嗦了你一把 而卢道监控坏了 当他们一走 就没有直观证据证明他们来过 那我岂不是被仙人跳了 也说不清楚啊 不能让他们跑了 没事 我已经通知过保安了 真 偷个东西遇到这么仙人 晦气 都怪你 非得弄什么仙人跳 不然那俩女人也不会过来 好 小雨姐 哎 晓晓 这种暑假朋友 那你去泰国了 玩得怎么样啊 玩得可好了 我真的还在这儿呢 你也来找我呀 你还没回来 我看新闻上好多人 在国外被骗 你自己一定要注意安全 你放心吧 我在这儿过得很好 你旁边那两位是 这是我在当地找的导游 平时就是他们 24小时陪着我 我还在这儿学了好多外语呢 比如 大马蒂卡 自相像 啊 还有 你都说了是什么外语啊 我刚学的呢 还不太熟练 这是一句当地的谚语 大概意思是 当你想不通事情的时候 不妨倒回去想想 啊 那个我不说了 导游就赶路了 好了 拜拜 拜拜 这个手势的意思是 我说的都是假的 那这儿过得很好 平时就是他们 24小时陪着我 24小时陪着我 当你想不通事情的时候 不妨倒回去想想 倒回去想想 不妨倒回去想想 你被绑架了快救我 香香有危险 喂 是中美大使馆吗 啊 想活着回家 就再骗三个人过来 喂 喂 萧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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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大家看到你回家 怎么不像之前那么兴奋了 我最近公司忙 都是邻居帮我遛的狗 邻居 是我楼上的邻居 人真的超级好 他不光老是送我吃的 下雨天还帮我关窗户呢 关窗 下雨了 刚刚看到你家窗户没关 那你就告诉他密码了 你看你又想多了吧 我这个邻居的人品挺好的 前几天我下楼扔垃圾 忘了关门 关门员看到我家没人 想进来听东西 先被这个邻居制止了 还有这么巧的事 对啊 我先睡了 你谁 这话应该是我问你 哎呀 救命啊 别打了 我这么相信你 你为什么要害我 因为他从一开始接近你 就是有孕问题 你故意接近萱萱的狗 是为了和他培养感情 避免你在入室时 不怕你的计划 将动我手脚的食物 装作好心送给萱萱 是为了晚上 让萱萱在药物的作用下 睡得更深 不容易察觉你的存在 不得不说 你的运气确实不错 刚好遇到个能帮你取得 萱萱信任的外卖员 但不粗巧的是 西瓜上被你动过手脚的地方 实在明显 你说话呀 怎么是你 来了来了 你个漂亮的私属弥宅 别打了别打了 原来你们早就串通好了 说 那个人在